所以同学们 苦也不见得是坏事 知道苦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出苦 我们要有方法出苦 要有最容易的方法出苦 最安全的方法出苦 最平等的方法出苦 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作为同学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一起学习 一定得阿弥陀佛的加持 我们学的是 印光大师讲 谈卵大师给天津菩萨 往生论座的注解 把天津菩萨的本怀 祝佛的本怀 阿弥陀佛的本怀 非常清晰调理化地展示出来 让我们这些没有智慧的人都能看得懂 我们大家在一块学习都得佛力加持 同学们读过《无量寿经》都知道 我们能在这个地方聚会 能拿起这个经典来学习 是佛力加持 外向上有这些缘分 骨子里面根本的是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 所以作为同学 我们在世间很多事情都有误会 误会太多了 你比如说我刚出家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二十岁出一头 一看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 我在中国 上了一个大巴车 那我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上大巴车之后呢 一个老人家站起来给我让座 我当时就跟我旁边的师兄弟讲 别误会哦 被以为自己很有修行哦 你不信你留个分头上来 你看有人跟你让座吗 我们就贴了光头出家这个形象 一个老人家老菩萨学佛的 你看出家法师 看你是三宝的形象 所以才站起来跟你让座 那我能座吗 我们要是错认为 哎呦 你看我都有修行啊 我一上来就有人给我让座 那是佛力啊 不是你自己 你换身衣服上去 就没人理你了 年轻小伙子站着吧 我们在世间很多事情啊 我们要首先要承认自己是罪障 生死凡夫 我们得到一点福分呢 佛力加持 三宝加持 一切一切呢都回归到 我们现在回归得很单纯 大家就很安心 一切都回归到阿弥陀佛这个地方来 印光大师讲 一切法从这句名号流出 最后又回归到净土法门 所以我们出去自如都不离开阿弥陀佛